全油管最快新闻,上至是一处投资开发的小区成为了程兆齐的转折点。 由于停工七年,小区陷入了困境。 程兆齐表示,如果引入第三方公司接手, 他愿意将之前投入的资金清算完毕,即使舍出利润也认了。 此举引起了人们的关注。 这个新闻报道了一个停工七年的小区所面临的困境, 以及开发商程兆齐要将之前的投资清算的决定。 这个报道引发了人们对小区拯救之路的关注, 同时也反映了开发商的诚意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